香港電台 金融武俠天地之練成拳 英雄逝去未知幾去 可曾宏願已遂 幾人共有一聲嘆聲 知緣無敵知恩夢碎 連誓出英雄 全憑怒火告舉 他兒我主興趣 心頭盡有一事同錯 真心良悶發雙趣 萬鎮山這個老鬼再不出來 我們就把祖宗十八代的山墳建出來 沒錯, 對著這些數字都不知為甚麼 如果他再不出來 我和你一起建祖宗的山墳 萬家的祖宗今天真是出盡風頭 有一個教書先生這樣打扮的人 拿著一張紙, 拿著紙筆 搖頭擺腦地抄了城牆上的字 這個人一定有古怪 不用了, 有人想問他 是呀, 讓我聽聽他們說甚麼 你抄這些東西做甚麼 老夫要抄這些東西當然有用 我知道你當然有用 我問你有甚麼用 老兄, 老夫抄這些東西自有用處 旁人不得疑問知 你這個臭老鬼, 大爺好聲好氣問你 你竟然不理我 我問你, 你說不說 你不說的話, 我打到你說為止 說不說 我說了, 我說了 你先放下手, 你想要命嗎 是誰叫你抄的 是這樣的, 是一位老先生 老實跟你們說 他就是本城大名鼎鼎的萬鎮山萬老先生 你們千萬不要得罪你老人家 萬鎮山, 烏龜 甚麼? 萬鎮山, 烏龜 沒有鬼 終於被我找到你了 真是打破鐵鞋蒙蜜蜜 得來全不費工夫 各位武林英雄 甚麼? 既然現在這位老先生知道萬鎮山在哪兒 那我們可以叫他帶我們去找他 大爺, 不行 如果萬老爺知道我帶你們去找他 他一定會殺死我 各位大爺, 你們體諒一下我 老先生, 你不用這麼害怕 我們這裡有幾十個人 其中有很多都是武林高手 有我們這麼多人保護你 你不用怕嗎? 不用怕 但是萬鎮山在哪兒 老子做事喜歡爽爽快快的 媽媽, 你帶我們去嗎? 你不帶我們去, 我就打死你 你不帶我們去 沒辦法了, 大就大喜 各位英雄, 那請你們跟老夫走吧 好吧, 這次萬鎮山 插役難飛, 我們一起去 好, 一起去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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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鎮山不來, 我們可以去找他 只有他才知道其中的秘密 這次我們一定可以找到這個寶藏 沒錯… 幸好得你老哥聰明 我們發目也想不到 萬鎮山會派人來抄場上的東西 如果不是你老哥 我們可能要等十天八天 而到時萬鎮山可能已經把那些寶藏藏在家裡 不用說 我一見到你老爺 我就覺得他鬼鬼祟祟 其實我早就覺得他不是好人 還要當碎 其身不靜, 難道你們是好人嗎 萬鎮山這個人老奸巨幻 他一定不會那麼容易被人發覺 我看這件事一定有詭計 究竟是怎樣的 老鬼, 我們走了這麼久了 走了幾里路了 還有幾遠 老鬼, 我警告你 如果你在這裡耍花招 別怪我刀下無情 不敢… 如果一會兒見不到萬鎮山 我一定要把你剃出來 各位英雄 你們能給點耐性嗎 快到了,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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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離開南門已經有幾里了 剛才好像有一個人影 向著城北走過去 糟了, 難道是釣虎離山 不行, 我要馬上趕過去追他 快到了, 去吧 快到了, 去吧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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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我練成神招公 恐怕我也追不到他 他是誰 是誰 沒有錯了 是二師伯, 營達平 怎麼有趣 不然師伯死心不疑 還想發掘練成缺的秘密 好, 讓我躲在那邊看看 你咬住我 這個人的笑聲真是令人無骨悚然 而且有陰森可報 我記得我以前好像聽過 那時候, 究竟他是誰 師父 師父, 師父 甚麼 怎麼連你都查到練成缺裡的秘密 江陵城南偏西 天明治大殿佛像 向之虔誠目拜 通靈足高 我浪費了一生的時間 做了這麼多準備功夫 我終於沒有浪費了 這尊金佛像 起碼有三張多高 至少有五、六萬根蟲 早知道是這麼大的金佛 就算殺過的人 再辛苦十倍, 我也會做的 這尊金佛像 你也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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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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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為了 你也做的 我總是要做的 你也做的 你不做的 你也是我 現在我們有點不一樣 就是你給我點了月道 我可以動, 你不能動 你真好 好事, 好事就不能說 不然又怎會到了今時今日 才會找到這裡 萬真先生, 第一次你殺我不死 沒想到到了今時 我才知道要死在你手上 你不提起, 我也不記得了 我問你 當時我掐死了你之後 就把你封了一幅甲牆裡面 你為甚麼還會生存 你不回答我, 我也會想到 其實那時候你是不夠我打 所以你就閉氣裝死 就算我封了你進甲牆之後 你也可以走出來 本事, 你真是本事 當時我看見福牆有塊磚頭突出來 我已經覺得不妥 但我真是想不到 是被你掙扎的時候踢出來的 萬真先生, 我後悔當初為甚麼不殺了你 到了第二天 當我看見福牆有塊磚頭突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不安心 所以我就還了一個離魂症 在睡覺的時候都會起來砌牆 因為我怕自己的殭屍會從福牆走出來 所以我做夢一次又一次砌那個磚牆 齊師弟, 其實有一件事我可不回覆你 是甚麼?你真厲害 眼白白看著那個女兒做了我萬家的媳婦 竟然始終不現身 我問你, 你到底為甚麼?你為甚麼? 你不說, 我也不會為難你 念在我們是同門師兄弟 我現在給你兩條路選擇 你聽著, 一條路就是你死得乾乾淨淨 第二條路就是, 我要你想死也死不得 想生也生不得 萬師兄, 你很大方 好, 我告訴你 我女兒偷了我的劍袍, 藏在山洞裡 你以為她是好人嗎? 她的事, 我一直在暗中查查 萬師兄, 好吧 你痛痛快快地解決了我 其實我不會便宜你 不過弊在你大師兄沒有那麼多時間 要趕著用爛來做好這座佛像 而且… 好, 要殺死了, 不用說那麼多話 好, 我相信你女兒在下面等了你很久 那我就趕快送你上路 是… 是… 師父, 阿慧, 你受驚了 你…你…好爺 是你點了萬老賊的穴道嗎? 是呀, 師父, 我就是阿慧 我知道 剛才一切的情形, 你看得到 我看得到 師父, 師妹她已經死了 別說那麼多 快替我解開我的穴道 師父, 你把刀拿起來幹甚麼 萬老賊 師兄 師父… 師父, 師父 大師伯已經被我點了穴 他毫無還手之力 你真是太殘忍了 阿雲, 幸好你及時趕到 要不然就不堪切上了 師父, 你千萬別這麼說 徒弟救師父是天公地道的事 而且徒弟等到現在才出手 害師父你受驚, 已經是罪過了 你說甚麼? 你說你難了很久 是 那剛才佛像的事你也知道了 師父是說過一座黃金佛 是 不過, 沒關係 你管我一場師徒的關係 我相信這座金佛屬於你或屬於我 也不重要 阿雲, 是不是 師父, 你放心 徒弟對錢財是沒甚麼興趣 那… 好徒弟 你真是我的好徒弟 你…那個不是阿楓? 在哪兒, 師父 那邊, 你看不見嗎 那邊? 師父 怎麼…我把刀斷了 師父, 你連徒弟也想殺 今天的事, 你既然知道了 那你就不要怪我了, 看刀 師父… 弟子犯了甚麼罪, 你要殺我? 你不用罪了, 你說對錢財沒興趣 那你怎麼跑來這裡? 師父, 弟子… 看刀 師父, 孫皇帝不客氣 放手 你… 為甚麼我讓他抓住我的手臂 令我半生酸餘, 一半力度也使不出 好呀, 阿維 師父 你學到這麼高明的武功 當然不把我這個師父放在眼裡 好呀, 你還行甚麼? 你殺我, 你快殺我 為甚麼不動手 徒弟哪敢殺師父呢? 你…你不用在這裡抓住了 你一尊金佛是用黃金鑄成的 難道你不想毒吞? 我不殺你, 你就會殺我 這樣不奇怪 師父, 其實徒弟對你的事… 你做是一座金佛 佛像的肚子裡面 全部都是價值煉成的真佛 你為甚麼不殺我? 你為甚麼不殺我? 為甚麼? 原來師父要殺我 就是為了這座大金佛 我現在明白 師父為了要財寶 能夠殺死自己的師父 殺死他的師兄 還施贏自己的親生女 那他殺我有甚麼奇怪 不錯, 丁大哥說得對 他愛好叫鐵鎖橫江 那還有甚麼事他會做不出呢? 師父, 我不會跟你分這座大金佛 你想發財, 你自己發得夠吧 你幹甚麼?這座大金佛 肚子裡面全都是珠寶, 你為甚麼不要? 又想在這裡想詭計? 師父, 我真的不明白 一個人在世上, 難道只有錢財嗎? 難道為了這些事就可以不要師父 不要師兄弟, 不要徒弟 連自己的親生女都不理嗎? 那有了價值連成的大寶藏 還有甚麼快樂? 阿雲, 你…你認識甚麼? 是呀, 可能師父的想法是對的 到了現在, 徒弟甚麼都不想說 師父, 徒弟告辭了 阿雲, 你… 阿雲, 你這隻貴蛋還不出來? 快出來, 快出來 你也算是狗 竟然扮老書生引我們去城南 想調夫來山坡 快出來 原來早就有人來了 這位朋友, 你們有甚麼發現? 沒有, 你這間爺廟甚麼都沒有 真的沒有? 萬歸, 你這隻貴蛋又說謊 我… 這次老子真是要把你剃開 看你以後還敢說謊 你怎麼瘋了? 爹, 為甚麼爹死了? 爹… 爹… 為甚麼會這樣? 萬政山為甚麼會死在這裡? 爹… 難道這裡真是寶藏的地方? 天長發, 原來你還沒死 我知道, 是你殺我爹的 是, 師門不幸, 出了這麼大不道的人 他不只為禍武林 更加令本門名譽掃地 所以我太亡屍清理門戶 寶藏的地方在哪裡? 切長發 你最後一個見到萬政山的人 他一定把秘密告訴你 沒錯, 你在江湖上號稱鐵鎖橫江 你們這些老奸巨華爺騙不了我們的 你們被萬政山兩父子騙了 他們早就掘了個寶藏 甚麼? 我不相信 我們打萬貴這個鬼蛋 打到港為止 是甚麼? 你們看看 我的佛像會發光的 你們不要碰這個佛像 這個佛像是我的 這個…是金佛 是我的… 是我的… 師父大人到 每個人都不准動這裡 林師父怎麼會來這裡? 林師父在城內城外 不知道有多少爪牙 我們這麼多人都來這裡 他又怎麼會不知道? 各位英雄 這是我的 請靜一靜 今晚很感謝各位發現到這個寶藏 我林師父謹代表當今皇上接收這個寶藏 甚麼? 好, 各位可以請回 至於今晚在場的各位英雄好漢 我會記下各位的性命 他日皇上一定重重有賞 我不管甚麼想不想 總之我們這麼辛苦找到這個寶藏 這個寶藏是屬於我們的 沒錯 這個寶藏是屬於我們的 風氏 你們想意下犯想? 難道你們不怕斬頭嗎? 頭可斷, 血可流 總之今晚得不到這個寶藏 我們死也不走 死也不走 死也不走 靈師父 到了這個時候 我不說也不行 我問你 你敢不敢當天發誓 說把這個寶藏獻給皇上 我令某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 我為甚麼不敢發誓 他在監牢足足熬了十幾年非人生活 還有你女兒是怎麼死的? 我相信在場 這麼多人都想不到 堂堂一個寶智父 竟然為了這座金佛 就害死自己的親生女兒 你…你很大膽 你竟然…你是誰? 我有說錯嗎? 丁大哥和寶姑娘是傷害 想不到你因為個人的貪念 就害死了他們兩個 我相信他們兩位在天之靈 都不會放過你的 太過分了 靈師父 太過分了 你還有甚麼話可說 閉嘴 你竟然這樣無裂本官 人禮 全部推他們出去 幹甚麼… 你們造反嗎? 連你們做官債的都是搶之寶 你本這個話也不聽了吧 沒錯 總之今晚我們拿多少就拿多少 我沒有 你們造反… 不行 這個寶藏是我的 不再動… 是我的 甚麼清姑 甚麼英雄好汗 到頭來就像賊一樣 為了這些金銀 不惜徒弟殺師父 師兄弟傷殘 親手殺死自己的女兒 算了, 我還是離開這兒 我要退隱邊疆 全心撫養空心財 我沒有進去 舅舅 舅舅沒有毒… 舅舅沒有毒… 兩元弟, 你好毒 你… 你為了保存自己的寶寵 你這麼銀志寶 逃了劇毒 趕了這麼多人路, 終於來到這個雪谷 這裡跟以前一樣, 甚麼都沒有 不過, 仍然是這麼雪白, 這麼可愛 空心菜, 這裡好不好玩 好呀, 這裡很好玩 不過好冷呀, 叔叔 是呀, 叔叔幾乎不記得 讓叔叔給你衣服衣服 是禿嬰 我記得當日水生用禿嬰的羽毛 替我積了一件衣服 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 前面是那個山洞 好 空心菜, 叔叔帶你去那個山洞 然後起個火取暖, 好不好 好呀, 好呀 來 這個山洞跟以前一樣, 沒甚麼改變 那人就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誰 是…是你, 水姑娘 是呀, 敵大哥 我在這裡等了你很久 我知道你始終有一天會回來 好呀, 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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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好呀, 好呀 好呀,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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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一節, 金融武俠天地之 連城決第二十五回大結局 由閃紀賢編道, 金融原著, 林魯改變 並且由傅清偉, 李學斌, 林有榮, 陳炳球, 莫家驅, 溫傳, 陳偉康, 姚秀令, 張志輝, 王浩宜, 劉安東等聯合播出 Ang Hoenn 附近 comm tia 搖風 進去 幾人共有一星探聲 至於徒弟之陰夢碎 聯誓出英雄全憑怒火告舉 他兒我主興碎 心頭常有一事同錯 真心涼悟發雙彩